雷雨交加 一名母亲莫名失踪 然后就说好困 脑袋好疼 想睡觉 监控追查 人在十三楼失踪 跟他同学有四个人 他进了电梯之后 最后上到了十三楼 事态紧急 当事人究竟身在何处 感觉就是说肯定是出大事了 不知道是活是死的 消失在十三层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2022年3月16日傍晚 湖北武汉的一家幼儿园放学后 有个叫丁丁的小男孩 却一直没有等到家长来接他回家 当天幼儿园是下午5点40分放的雪 孩子们陆陆续续的 被各自的家长接走了 但等所有的小朋友都走光了 丁丁的妈妈还是不见踪影 我想着可能他妈妈有点事情 就稍微晚一点 然后我就陪着他坐了一下 玩了一下 又等了一会儿 到了下午6点多钟 丁丁的妈妈还没有来 我就有点着急了 因为很少有家长 像这么晚来 还没有接孩子 一般都会跟我提前打招呼 熊老师拨打了丁丁妈妈的电话 想提醒他赶紧过来接丁丁 可是连打了几次 电话都没有人接 眼看天色越来越晚 丁丁妈妈仍然联系不上 熊老师觉得不可思议 从来没有说哪个小朋友这么晚没有接的 而且家长是联系不到的 所以我就有点着急 我就一直跟他妈妈打电话 不停地打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日说法 每天傍晚 幼儿园要放学时 家长们都会早早地等候在园门口 这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生活场景 可是在2022年3月16日这一天 每天都按时接儿子的丁丁妈妈 却一直没有来 幼儿园的熊老师等了很久 也没有等到他 这让老师感到很奇怪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更让老师感到情况异常 因为丁丁的家长不接电话 熊老师只好继续拨打 终于有一次对方接了电话 可是接电话的人说话 含含糊糊糊的 然后就说他好困 想睡觉 我就有点奇怪 我觉得你睡觉 也不可能说忘记记孩子吧 我说你快点来吧 我说小朋友已经在幼儿园 等了很久了 情绪也不是很好了 然后他说好的 电话挂断后 时间又过去了20分钟 丁丁妈妈仍然不见踪影 这让熊老师意识到 事情有点不同寻常 我就又连续打了几个 打了孩子打不通 我就直接问他 我说那你有爸爸的电话吗 他说不知道爸爸的电话 我也没有爸爸的联系方式 既然孩子家长无法来接 熊老师便决定 自己把孩子送回家 在问清了丁丁的家庭住之后 熊老师便牵着丁丁的手 向着他们家所在的小区走去 小区并不远 跟幼儿园仅仅隔了一条马路 然后我就敲门 然后家里一直没有人回应 我说妈妈不是在睡觉吗 为什么家里没有人呢 丁丁家的房门敲不开 熊老师只得继续拨打 丁丁妈妈的电话 打了几次之后 那边才接了电话 熊老师对于孩子妈妈的情况 很是担心 在电话里几次问她 是否需要帮助 但是电话的那头没有回答 熊老师带着丁丁下楼的时候 正好遇上了丁丁念初中的姐姐 放学回来 很奇怪为什么他们在那里 因为正常来讲 我妈妈就是都会按时接我弟弟 她从来不会晚去接我弟弟 就算是她如果有事情 她也会找亲戚帮忙接 而且那天我一放学回家 竟然看到我弟弟跟幼稚老师 在家门口 就是很奇怪 熊老师将联系不上丁丁妈妈的情况 说了一下 让丁丁的姐姐赶紧打开房门 看看里面的情况 我说你赶紧回去看一下 我就跟姐姐一起回去 姐姐很着急的把门打开 然后在房间里面找妈妈 然后找遍了都没有 房间里并没有人 那丁丁妈妈会去哪呢 当时就很着急 很奇怪 然后我就跟我爸爸来电话 孩子的爸爸丁先生 当时在距离武汉不远的汉川市 得知消息后 他觉察到事情不妙 他就叫女儿先打电话报警 自己则立即往家赶 我就再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 也打几次 打疼了 他当时就接了 他就说 他说我头疼了 我说你不是很正常的 怎么头疼呢 你在哪儿来 他说我再搂搂搂 就挂蛋了 我再打过去就关机了 我就挺着急的 我说这肯定是出事了 当天晚上八点多钟 武汉市公安局110指挥平台 接到了丁丁姐姐的报警求助电话 由于求助人是个念初中的小女孩 这引起了警方格外的注意 以前的情况下 一般是大人报警 说小孩走丢了 那么这一次就是小孩报警 说大人不见了 这个警呢 就放在平时的话非常少 为了寻找孩子妈妈的踪迹 武汉市公安局江汉分局 民意派出所的民警 马上查看当天城市监控视频 根据丁丁姐姐的描述 每天他妈妈都要送丁丁 去他家附近的幼儿园 警方便调取了幼儿园的监控 在视频监控中 警方发现了孩子妈妈的身影 小女孩他妈妈是在九点半的时候 是上身穿的一个黑色的外套 下身穿的是一个黑色的裙子 把他的弟弟送到幼儿园来上学 随后他就步行 回到了他所在的楼洞 回家之后 我们继续查看监控 就发现就是10点30分左右 小女孩的母亲然后就出了小区 就乘坐了一辆白色的网约车 我们在看这个视频监控的过程中 就发现他母亲在送小女孩 他弟弟去幼儿园的过程中 穿的是一个白色的鞋子 然后过了半个小时之后 他再次出门 把这个鞋子换成了一个黑色的高跟鞋 视频里能看出 丁丁妈妈换了一双黑色的高跟鞋出门了 她是想去哪呢 警方根据孩子妈妈的个人信息 在网上查询了 她近期是否有飞机和火车的购票记录 以及住宿的相关信息 此时 前来报警的丁丁的姐姐 还待在派出所里 她情绪紧张不安 生怕妈妈有什么不测 我就很担心 我当时还说是不是什么被绑架之类的 当时两个警察就一直安慰我 让我不要担心 不要害怕 在小女孩在我们派出所看录像的过程中 我们就跟她爸爸一起联系 我们就在电话里问了一下 小女孩的爸爸就说 小女孩的妈妈在早上跟她爸爸联系过的 说她当时要去汉阳一个小区里面 去测量尺寸 从孩子爸爸那里民警了解到 丁丁家经营着一家制作木制楼梯的公司 当天丁丁妈妈是跟人约好 去客户家测量楼梯的尺寸的 但是具体去什么地方 家里人并不知道 我们通过这个网约车的车牌 查看这个网约车 在4点半以后的半个小时内的 视频城市卡口 就发现它是活动在汉阳这个区域 通过丁丁妈妈所乘坐的网约车车牌 警方找到了开车的司机 跟她取得了联系 她说 是的 那个女的是在南疆路上面的汉阳27 那个门口就下了 我说 你确不确定 她说 我确定 我说大概是多长时间 她说 大概也就 13-14分钟 不到15分钟那样子 好 然后我就看那个汉阳那边的监控 南疆路是吧 南疆路 南疆路 交损口 民警初步查看了丁丁妈妈进入小区大门的监控 发现她在上午11点之前就进入了小区 可是直到傍晚 她家里人报警的时候 都没有丁丁妈妈走出小区的视频 然后我们就在担心 这个小女孩她母亲 进到这个小区之后 是不是遭遇了什么意外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恶性案件 在这段时间 幼儿园老师以及丁丁的家人 先后给丁丁妈妈打了20多次电话 中间丁丁妈妈也断断续续的接过几次 但是电话那边的声音非常微弱 那么她这个本人的意识上 我觉得当时应该是一个模糊的状态 并不是一个很清醒的状态 这个模糊的状态是怎么样产生的 我们当时就也有一些其他的设想 也往坏的方面也想不到的 民警可以肯定 此时丁丁妈妈正处在危险之中 虽然她能接听电话 但是她意识模糊 神志不清 此外民警还想到了另一种可能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说 她妈妈发生了意外 现场没有其他人发现 那么现在明确的人已经去了汉阳 那么这个危险很可能就发生在汉阳 那我们就必须到汉阳这个位置去找她 她到底是去了汉阳这个小区之后 又离开了小区去了其他地方 还是危险就存在在这个小区里面 那也是去了之后才知道 警方必须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丁丁妈妈 因为时间每过去一分钟 对当事人来说 危险也就会增加一分 警方迅速组织人员赶到丁丁妈妈所进入的小区 小区电梯口当事人反复出来进去 13层楼上为何没有她出去的身影 消失在13层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在赶到汉阳丁丁妈妈进入的小区后 民警马上联系小区物业 在物业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他们调取了当天小区两栋楼大厅的监控视频 在大楼的监控视频里 民警看到了丁丁妈妈的身影 当天上午 丁丁妈妈直接从大门进入后 来到了电梯门口 那栋楼共有三部电梯 都在监控的范围之内 小女孩的妈妈当时就走到第一部电梯进去了 然后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在门口逛了一下 逛了一下看一下手机 然后她当时手上一直拿着手机 当时应该是跟谁在联系 然后她又进了第二部电梯 进了电梯之后她又出来了 进去了又出来 然后又不上去 这个过程当时我们百思不得奇迹 她在这个电梯口反反复复的进出 走了几遍之后 她终于后来还是选了一个电梯 上了楼 跟她同行有四个人 她进了电梯之后 最后上到了13楼 到了13楼之后 她是一个人从13楼电梯下来的 她出了电梯之后 左拐了 然后进了一个监控的盲区 据民警测算 丁丁妈妈当天上午11点左右下了电梯 然后一直到民警去现场查看监控 时间已经过去了13个小时 但是监控中并没有丁丁妈妈回到电梯口的图像 民警立即组织人员兵分两路开始行动 一路从一楼往上逐层排查 另一路从最高层37楼向下面逐层排查 我们监控前室也有监控 然后每一层楼有两个消防布梯叫逃进通道 两个逃进通道也被监控覆盖 可以说她人只要进了这栋楼 不管上了哪一层 从监控下面走过我们都能发现 从监控中可以看出 丁丁妈妈既没有走出楼梯 又没有坐电梯下楼 那她人应该还待在13层楼 整个13层楼共有20家住户 民警基本可以断定 丁丁妈妈一定还待在这20套住宅当中的一间房内 当时由于这个小区的房子刚刚交付了一年的时间 业主收房后 一些房间正在装修中 房子的入住率并不是很高 当时敲门的声音在走道里面 来回来回响 声音非常大 如果说这个小女孩的妈妈还有一点意识的话 那么在敲门的过程中 她应该是有回应的 但是每一家门敲了之后 我们就贴着门在听 都没有听到你们的回应 丁丁的爸爸也到了小区 她惦记着妻子心中忐忑不安 警方要找的人已经近在咫尺 可能就倒在13层某扇门的背后 可是所有的房门都敲遍了 全都没有回应 摆在我们面前是 你敲门 她是没有回应的 说明她已经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状态 她可能失去了意识 听不见了 然后也不能支配自己言语 也讲不出话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场所有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人们心里做了最坏的打算 丁丁妈妈很可能凶多吉少 真是遇到了很大的危险 有可能不在了 这都有可能 当时 她人没出去 她人就肯定在这层 我们就不要把这层每一户都敲开 在物业经理的协助下 民警拿到了13楼住户的信息 按照名单 一个一个的给业主们拨打电话 但是前期我们打了四五个电话之后 效果不明显 可能对方不相信我们的身份也好 而且还有人已经睡觉了 电话根本接不通 范围越来越小 人们却越来越心惊 推开那道门 是否有他们要找的人 你别路 你别路 消失在13层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就在大家感到无比胶着的时候 警方突然回想起了一个细节 幼儿园老师曾描述过 他跟丁丁妈妈通话时 听到电话那头有汽车按喇叭 和汽车溅起水渍的声音 民警马上请物业查看 那二十间住宅的布局朝向图 因为我们东边跟南边是小区内部 西边和北边靠近外面的主干道 所以说听到汽车喇叭声音 可能更大一点 所以我就跟丁丁妈妈说 当时我们就从西边和北边 从这边重点开始排查 在楼房靠近鹦鹉大道主干道那一侧的房间 都会听到车型和按喇叭的声音 符合这个特征的共有八个住户 我们就确定了靠马路那边有八间房 那八户里面有垃圾是在装修的 垃圾是在装修的 我们再一户一户地排一下 通过这个门口装修垃圾 以及那个门口贴的牌子 还有物业登记 有四户它并不是在装修 那么剩下的我们就把重点 就放在这四户上面 这时在警方联系到的业主中 有一户业主跟民警提到 他委托了一个装修公司正在装修房子 并提供了装修公司经理的联系电话 民警便按这个号码拨打了过去 在这个打电话的过程中 就是我打电话的这一户 他就谈到了 他是将这个房子 交给了一个装修公司在装修 然后他就告诉我一个电话 就是装修公司老板的电话 然后我就通过他告诉我这个电话 联系到了装修公司老板 他第一时间他就告诉我 确实今天上午他约了一个女性 到我们这来量尺寸 但是那个老板他自己没有来 他是让那个女性自己通过门口的 那个钥匙箱把钥匙拿出来开的门 民警立即来到了那位业主所说的 那套住宅的房门口 根据对方提供的信息 开始输入入户密码 然后通过密码箱把钥匙拿出来之后 钥匙插进去把门打开了 干净干净干净 你别动 你别动 小姐他的爸爸在现场 他就第一眼就认出来 那个就是他老婆 在开门那一瞬间 我第一个我就冲进去的 冲进去我就喊了他的名字 他头来当时忘记抬了一下 又躺下去了 打120 打120 这摔一下是打的 打120 打120 最早打了打120 一片囊急 都是到处都是血 当时就打到120 警方立即封锁现场 在救人的同时 也对整套住宅进行了全面的搜查 可里里外外都查看了一遍 现场并没有发现第二个人 经过十几分钟以后 120来专业的人把他抬上担架 送到医院抢救了 丁丁丁妈妈被120救护车送往医院 而据医院传回的消息 据医生诊断 丁丁妈妈的脑部受损 导致严重的脑出血 如果再晚到几分钟 就很难救治了 警方随即对现场进行了勘察 勘察的初步结果是 除了丁丁妈妈外 现场没有第二个人出现 也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 然后我们就排除了 所谓的案件的可能 就是他自己意外 从那个富士座二楼 跌落下来的整个一个过程 那么为了确认这个事情之后 我们就让那个小女孩的爸爸 第一时间将小女孩的妈妈 当时已经没电的那个手机 在医院把那个电充上了之后 查看了他当时和那个 装修的那个机理的聊天记录 从丁丁妈妈的手机聊天记录 结合警方对现场的勘察结果 民警还原了丁丁妈妈 发生意外的过程 我们就发现了 当时小女孩的妈妈 进这个电梯之前 她是不知道 要那个刷卡 才能上那个电梯了 然后她就告诉她 别人在电梯里面 你让别人跟你刷一下 给她发完信息之后 她也给她回了信息 这个和我们当时调的视频的录像 其实是印证 她当时进到房间之后 还给丁丁经理发了一个信息 说她已经进到房间里面去了 正在看 她进到房间之后 她已经回了信息 那么她当时应该是安全的 现场应该是没有第二个人的 从接到报警 到发现丁丁妈妈 并将她送到医院救治 警方共用了六个多小时 由于抢救及时 丁丁妈妈很快脱离了生命危险 目前身体已经康复 小女孩告诉我们 她妈妈基本上已经恢复了 最后有这个结果 是我们当时也没有想到的 这个也算是一个生死营救